那今天出來是有被遭到逼債的狀況 所以今天出來做一個說明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過程中沒有人沒有任何人逼債 沒有這些問題產生 只是說我現在沒有辦法照時間去還給人家錢 所以我必須 因為每一個人如果你 我說我欠你錢 我再跟你往後面 大家一定會很順氣 這是一定的 所以我希望透過公開的一個 可以對於在全人的致債 然後讓我們來面對面好好的協商 因為大環境是這樣子 所以 沒有因為之前的 我剛說過的環調的那個一半 對家裡面已經幾乎已經是全數促進 所以 接下來就是 他們也沒有生產力 所以我 我 我來面對這個事情 就是 剛才我甚至講的希望 各位在全人 還有不管是好朋友們 還有不管是好朋友們 有個時間 他當然一開始是很生氣的 但是接下來還是要面對嘛 所以他用用房子去做前面那一半的一個債務的儲率 可是接下來是 這樣是不夠的 那 那 那只好 我來 我來 我來跟大家見面 不是說 躲起來啊 什麼什麼什麼的 還是老邁一句啊 我還有生產力 希望大家就有時間 所以我剛說過 我尊重電視台的意見 所以我剛說過 真正如果受到影響 我們的演出 會繼續啊 然後我也 希望這個疫情能夠趕快 緩解 能夠讓我們不斷的去巡演 因為很多作品是 但是 光靠演出來收入是不夠的 但是有些是版權 包括 電影的東西啊 等等的 我希望能夠在最快速的時間裡面 只是希望能夠 有合作的 老闆還願意出來投資 然後讓這些 趕快停止 因為要所有人的 聽到 非常多 而且 感到 去 那 一些 的 連 我 是 感谢观看